從2010年開始 他今年只有19歲 所以排名的 以樊振東這種爆發力 那麼現在就要比賽 八場的對決開始進行 在力量方面的展現 從現在開始 就是這個大大的比賽 足夠加上樊振東 他自己成功 0比3的落後 那中國呢 他從2010年開始一次 張濟科也是有兩次 這球的對抗都是旋轉加力道 最後你可以看 發力搶下了第四分 哇 看如果震東 擊敗了新加坡的高寧 那張濟智則續4比2 來擊敗了奧地利的對手 哇 這個球 這麼快的速度 那旺盛 我想這個主要 所以這一場球賽呢 鄭龍直我想表現呢 一開始 確實是打出 非常強勁的球速 哇 又是一個衝球 又是一個衝球 鄭龍直是把局面 掌握在自己手上 對 比分 這個球又是一個 快速的一個摩擦 哇 飄出喔 他的力道 確實呢 讓 比線 出現了 你可以看 調整的有點奇怪 所以比分呢 落後到3比8的落後 反正都是拿到的地差 其實有一段的差距 再看一下剛才的這一球 哇 你可以看 這個韓國還是在加壓 當然最後這一板球是拉出界 那整個來講呢 是鄭龍 一個觸網 重新發球 還是鄭龍直呢 一個反手加速 已經要撤開 還有這個快揮擊 反正都已經在等了 哇 哇 好 球迷有提到呢 反正在一開始 他的失誤 確實是太多了一點 哇 被動當中呢 轉圍 喔 所謂的氣勢之外呢 他的進攻的力道 非常強勁 10比5 中國的選手 應該來講 你可以看到 他的危機 6比10 10 1 操縛 選手 哇 非常大 我們第一局 暫時領先 你只打反手 我想非常不利 可以看出 陣容績線 除了測開之外呢 反手對兩條路線 白斷还有机会 发球断 如果能够先闪身过来 这个 再蹭穿 之后呢 你可以看他的动作呢 完全能打正手就打 要要侧身的 但毕竟呢 你正手抢攻是比较强劲的 领先优势 所以如同教练刚才所提到 再进入到这一局的状况 对 这也是选手 再来到第二局的比赛呢 樊振东是4比2 现在有两分的领先 先是在 稍微出台你可以看出 对方呢 当然是振东指摆得太长 直接的反手主动 这互相 位置呢 确实不容易 哇 又是打进去 对 这也是在拼球 可以看出 韩国选手的这种 比3 樊振东 好像是领先 又是在台内来摆 打飞掉了 哇 发球已经掉开了 阵容子 哇 太前面太前面了 这也不容易打 单分的领先 又是主动来发力 对 第二局可以看 人数完全不同 他一打完 就又开始用他的正手 男子选手 我想目前来讲 顶尖好手 往后来变线 可以看 反手起 测开 这时候是 防守者是樊振东 很清楚啦 谁能够先抢 哇 漂亮 像领先的状况下 这个球就打得很果断了 又是 但是能够先撤 就先撤 像这个整个处理上呢 增加他的难度 因为毕竟对方 要怎么样控球之后 好球 第一分 好 出了 重发 对正宏子 他的策略呢 尽量的发偏右短球 可能偶尔出现一个极仓球 好 这是偏右 出了 跳好亮 这样对上的话 可以看出 潘振东 你不测 你就是没有占有优势 最后还是美的发力 打平 2比2 好球 影响了振东脂的重心 这开始在变化了 哇 哇 韓正通这个带起来呢 已经不容易拉 那韩国选手整个最大的发力 这个韩国选手呢 他本来韩正通来讲 当然就要特别注意拉球的质量 这一局韩正通他侧身的节奏 好像有点被影响到 对 有 哇 好球 加速的一个拉球 对 就可以看出双方 一个插网 哦 成了6比6 这个球已经 应该是不 可以打球 多了 反倒是让韩正通把比方给赶过去 对要先一个对角线往 偏发球蛮顺的 哇 原本的落后现在达到了有三分的领先 对 完全是 对 哇 右方 对 好 中眼才对拉 对 反正东还是拿下了这一分 对 这个可以看出哈 在拉球要怎么样产生呢 10比7 出 哦 哦 能够直接的进攻 就是要立 有了八球 出 哇 好 这两位选手呢 已经展现出世界这种 所谓的反手跟正拍的结合啊 看是不是自己 好 先摆一个 开始 反手 我讲 谁能够有 双方在后面 比较的关键 哇 那 完全是 韩正通呢 这个冷静的处理 在现在的第四局呢 打成了2比0 哦 这个球 影响了 韩国选手的一个整个重心 在所谓的短球上 就是看最后的 领线 哦 的一种技术发展 你可以看出 哇 这个制造的 所谓的球的上旋 那 它的旋转 哇 一定要适时的 有一些进攻 好像像这个 5比2 哇 两大角度 哇 这是已经属于 眼台的对攻了 还有 好 撒嘎球 哦 攻击选手当中呢 会经常出现的哦 中眼台的对抗 哇 这放个蛮高的 哇 还要想要 啊 这难度很高啊 好 好 去年 世界杯呢 也曾经达到最后的决赛 不过当时呢 是输给了马龙 好 这个是 发球失误 范震东呢 再拿1分 7比3 这是接发球 来到出台机会 马上呢 哇 就是这个力量哦 一拍比一拍的重 那也可以看说 范震东的身体的动作 速度很快哦 已经挤到身体了 步伐也没办法 有太多移位的空间啊 好 好 开始领球 哦 追到6比8 现在有提到呢 范震东他最近的戏 因为在中央公赛 有击败过马龙 不拥有局末点 10比6 哇 影响了一个侧身的动作 哇 这个多少 范震东的主动进攻呢 蛮强的 好球 好球 那这个过程 你可以看出 这个球 前一球影响了 范震东的撤开哦 所以 这个球他就不敢动 所以一般打球呢 会形成的 心理是一个心态 没有撤的时候 我就有机会了 那 谁先 谁就能够拿分 那现在他没暂停 可以叫 完全是靠的正手哦 完全是看他的爆发力 哇 这个球是打得很用力啊 这个路线呢是让范震东的掌握到 哇 左右两大角度 这个可能要 但是打法也做了一个比较多的改变 对 应该来讲 为主 很多的变化 就是偏右短球 哇 短球的整个技巧 你可以看出中国这位 哇 但是你的弧线稍微一高 对方呢 就有机会就一个反冲 哇 这个是看 反正 对方的 极速的领先 积极的抢攻 就是他的本钱 那在 防守方呢 你可以看工方拿分的机力太高了 哇 先摆了 又发长球 对啊 就是出现的话呢 就是我的力道呢 突然间轻轻的打向反手位 再摆断 这个整个比赛的 我整个过程 只要出现了台内的 要互相摆或者要变 重新发球 你看长球是有 短球上 太多的 利用互摆的话呢 就陷入整个 不急 好 7比5要怎么处理 还没打进去的情况之下 比速呢 是来到了6比7 还是偏要短球 1比8 哇 还是 长球的对抗 长 好 要准备 好 打球 哇 8比8 再 哎呀 想要 哦 哇 哇 哇 可以看出已经带开了步伐 凡振东左右能救就救 就是有良好的步伐 强攻 甚至台内的先控短球 制造一些拧球 开始加速 非常快 结果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这一局第五局凡振东是11比9 击败了阵容值 这位来自南韩的对手